大家好 我今天在這裡分享想說一個見證 在這個輕鬆得性裡面 其實我想說幾年前 我透過Youtube看過葉牧師很多的教導 當時其實在我生命裡面 很多的迷惑和呼光 在當中我看到很多的教導 是怎樣去經歷在生活上去戰勝 受敵的一切工作 我記得當時 例如我都會經常很容易哭 還有很多的致連 我記得在教導裡面 就跟我們說 神是怎樣愛我們的 還有我們怎樣在困難裡面 來得成 當然不少得就是聖經的經文 在當中來說 我就覺得在整件事裡面 譬如我很記得葉牧師的教導 就是當我們覺得自己不備愛的時間 他就說 我記得有一段經文 他就說 所有嬰媽媽不會不管她的嬰孩 有這樣的經文 我就記得 本人已經忘記他吃禮的嬰孩 不連率他所生的兒子 即是忘記我都不會忘記你 是啊 就是這節 就是這節 我記得這一節 所以在困難裡面 我記得 無論我多困難 我的神 都不會忘記我 也不會放棄我 我就透過輕鬆得勝 一路聽了牧師很長的教導 直到 我有一次在大型的特會裡面 我就見到一個國內的弟兄姐妹 他就說起 有一個葉牧師曾經去過國內服侍他們 輾轉反則 原來就是葉國財牧師 所以 我都覺得很大的恩典 在當中 其實在那段時間 我知道神有他的時間 今年 我知道牧師就出了一本 叫做輕鬆得勝的書 在偶然之下 我就見到這本書 我就在Facebook裡面 自己去找葉牧師 買了幾本 去祝福我的弟兄姐妹 我看到一本有百多頁的書 裡面的內容 其實就是我當時 在Youtube裡面 教你如何在生命裡面 如何更新 以及去過這個得勝 喜樂得勝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 推介給大家 想得勝 就買這本輕鬆得勝 多謝大家 感謝主 我再次跟大家去分享一個見證 其實就是講回 剛剛講到 在牧師以往 那個輕鬆得勝的教導 在當中我學習到 如何去愛神 如何去親近神 我記得當時我看過教導裡面 其實那時候我不是很懂得親近神 我只是讀聖經和很悍的祈禱 但當時我記得 耳牧師就說 如何去進入神裡面 就是說 耶穌啊 我愛你啊 我都知道你很愛我啊 哈利路亞 那當原來你一直這樣告訴神 我好愛你啊 好愛你 你就開始進入了在祂裡面 那你就有一個真是親近神 那神 你親近祂 神就會親近你 那這個是很清楚 那所以呢 我在輕鬆得勝的裡面 我最主要學習到 最重要一點 我怎樣去學摩我的神 我怎樣去親近我的神 以至到 我在這裡 拿到那個力量 和喜樂的平安 以至到在生命的裡面 因為我進入神的裡面 所有的豐富 所有的喜樂 因為祂是源頭 那我覺得 是很大的根深 當我們是有困難 但是呢 當我們一回去神的裡面的時候 我們覺得 很輕鬆 得勝 所以 我也鼓勵大家 我知道 裡面緝落了這本 輕鬆得勝 很多 寶貴的訊息 都是用真理的教導 來讓我們在生命的裡面 怎樣去得勝 感謝主 願榮耀眾贊給神 是呀 剛剛呢 我們就很感恩 今天呢 耶穆斯來到當中 為我們討告 叫我們怎樣輕輕鬆鬆去經歷 被聖令的祝我 和充滿 將在 和神的關係的裡面 怎樣和神的連結 這樣我們呢 是 帶著很大的平安 和很充滿 熟天的那份喜樂 短短的時間 我們已經可以去感受到 從神而來的喜樂 剛剛在祈禱那一陣 剛剛一陣的時間 但是 當你願意去親人 神就給你 你想要嗎 你想親人去 他就真是 短短 他已經將他 起落的樓 好像抹水過海 那樣來充滿我們 Hallelujah 感謝主 謝謝耶穌 要命要歸給神 謝謝天父 謝謝天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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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